文史诗百态,品,人生滋味,欢迎来到《一关古经》,公元653,也就是唐高宗继位的第四年,牧州清西县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,为首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陈硕珍,他自称文家皇帝,并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,任命妹夫张书印为仆社,与官府对抗。 起义军一来事儿就非常厉害,他们攻城略地,唐高宗看到之后便派各地的军队前去围剿,唐朔珍在此之前一直大肆渲染自己是天女下凡,因此刀枪不入,前来围剿的唐军也都十分害怕。 唐军看到这样决定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,便说天上彗星陨落,陈朔珍必死,最后唐军很快就打败了起义,陈朔珍也被唐军俘虏。 而陈朔珍称帝时是653年,武则天称帝时是690年,所以陈朔珍比武则天早称帝37年,他才是中国的第一位女皇帝,据一些也实际在他俩还有过一段交情。 在陈朔珍起义之前就在皇家尼安当尼姑,为自己的起义打掩护,武则天也被李世民发配到安里当尼姑。 一天一些京城子弟见到了漂亮的武则天就开始调戏他,陈朔珍见到了后用自己高强的武艺将这群无赖打发走了。 从此之后,中国的这两位女皇就开始以姐妹相称,所以陈朔珍是武则天的异姐。 不过在陈朔珍起义失败后,曾托人传信给在皇宫中的武则天,希望这个妹妹可以解救他,然而武则天却拒绝了。 陈朔珍只能忍痛说出了异昧不仁四个字。 你们认为呢?好了,本期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